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最失敏 湾区最失敏 努力同利品 台风小圈真的变幻莫测 今天凌晨 台风路径再一次向北移动 来大湾区更加近 今年第14号台风小圈 现在位于广东省南偏西方向的南海北部海面上 预计小圈将会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 逐渐向广东西部到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现在全省沿海各地都加紧做好防风措施 而这次受台风和冷空气双重影响 广东多个城市都会迎来降温 受台风小圈影响 今天上午 茂名多地升级至台风蓝色雨景 多个崩海景区关闭疏散游客 并加紧做好各项防风措施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茂名市中国第一滩景区 景区在今天早上的6点左右是进行了关闭 在我身后就可以看到 有景区的工作人员在对景区内露天搭建的设施进行拆除 景区内的各种商铺也已经是进行了关门停业 那么景区内的游客也已经是提前进行了疏散 据气象部门预测 越西沿岸风力雨势 广将进一步增强 茂名市电白区的1855艘船 已在今天12点前全部回港避风 而受台风小圈影响 截至今天中午 广东停货信号发布范围已较7日有所扩大 珠海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 全市停货 珠海气象台预计 大风将维持到9日下午 并伴有大雨都暴雨 气温也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下降 最低气温大致是在22度上下 同时呢 因为降雨会持续一段时间 累积雨量相对较大 也要注意防范这种沉香寂寥和山体滑坡的一个风险 据广州市气象台预报 小圈中心 仍在9日凌晨最接近广州 台风叠加冷空气 除了做好风雨防雨工作之外 气壮部门提醒市民 8日至10日早晚出门要添衣保暖 因为戒时 日最低气温可能跌破20摄指导 是的 风雨影响 上工发学人群固然要注意 而最近转季 加上长假大家到处去玩 似乎出现类似感冒症状 甚至各种炎症都不少 特别是小朋友 这一轮降温 可能大家都要提前做好防雨和保暖的准备 避免病毒承虚移入 目前台风小圈对港澳影响相对较大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中午12点40分 改发8号风球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 所有学校今天停课 而在澳门气象局方面 亦都在下午4点半改挂8号东北风球 昨晚入夜后 横花村风力有时颇大 海面上不时有浪花 靠近岸边的部分位置都围上了膠带 附近商铺就贴上膠纸 架车防水杂等 做足防水浸的准备 想着几好风水来跑步 今天黏着窗 黏着车等没流水 上个月的黑雨 令黄大仙中心北管严重水浸 被水掩抹的地庫仍然围风 并用白色胶布盖住 商场其他楼层已经恢复营业 为避免再次水浸 商场在楼梯级上方设置挡水板和沙包 楼有旁边一条斜路 等市民通往黄大仙寺 有工人就加紧清理渠口 很害怕的 因为台湾那边真的很厉害 现在有些沙包 比没有好 因为上一次实在太恶劣了 而上个月的那场黑色暴雨 令香港沙基湾要轻度出现山泥傾石 受影响的路段仍然封闭 斜坡上仍然有大石 不少碎石和树枝还未清理 现场摆放了货柜 阻挡有机会滚下来的石块 有居民担心 小圈来集会再有山泥傾石 你落意随时都倒下来 看那个石头摇摇欲坠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子 已加紧处理 但巨石和大量碎石需要固定或移除 工程难度和危险性非常高 香港路政署承建商 已清理了约150吨覆蓋要轻度行车路的泥石 以腾出空间安装保护为妄 预计本周内完成 而到了今天中午 街头不少档口已暂停营业 很多香港市民冒雨采购食材排起了长龙 目前超市里面的食品供应充足 仅有少量的货品缺货 据了解 今天香港大部分公共交通将陆续暂停温营 海上轮到航线亦会暂时停航 港珠澳大桥主桥在今天的14点30分起已临时封闭 澳门方面昨天下午4点 内港一带的不少商户已关门 有商户便下水闸做好准备 但亦有商户表示不太担心水浸 暂时没有遭防风防水的准备 这次应该不怕的 应该是那个潮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没错是 不是天文大潮 应该都不会怎么搞的 那次搞了都没有浸 亦有相互认为 岸葬内港北雨水浸站后 区内水浸的情况有明显改事 他又称会随时留意台风情况 再状台风准备 例如落水站和将货物台高等 也有人问 为何小犬的走势和预测 好像有少少区别 因为预测都是基于趋势 但是专家说 本来十月份的台风 同时都会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理论上应该趋势下来 好像今天凌晨突然间 逆势变向 是预测不了的 可能小犬未必有之前 苏拉的威力大 但是小犬的特点就是核心大 风圈小 未来就要看他的具体位置 他如果再向北 可能对港澳的影响会加大 早前台风小犬过境 令到台湾受灾严重 直到目前已经造成一死三百九十九伤 台湾东南方外海小岛难聚 遭受到十七级震风重创 港口停泊船只有九成翻覆或沉没 而靠近海边的房屋也是倒塌 几乎全岛都断电 台风过境后 小岛上的居民都开始重建家园 台风小犬侵袭难聚 当日难聚气象站 录得十七级以上震风 每秒九十五点二米的最高风速 打破了台湾一八九七年 车都被掀翻了 千千万以我们的出入口为主 这样子大家就不会被割离 因为全部盲目都是割离 靠海岸地区 那最怕的就是浪 直接打上来 可是当下那一天晚上 我已经有那个预感是风 风很可怕 难聚唯一的加油站 经过整修后 在昨天重新营业 车主带牌长龙 加油需要等待超过两个钟 就是赶快加油 然后尽量烧出门 就是节省一点 因为你现在如果不排的话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油 亦有民间救援团队登岛 和当地居民一起重建家园 那我几年前在兰语玩的时候 认识我老婆 那我们后来就在兰语做生意 我说我老婆是打误主 我能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 我热爱的地方 难聚少数民族聚集地 东青暴落 狼岛暴落 受台风影响 目前仍然无水无电 通讯也都未恢复 仍然处于与外界更绝的状态 昨天对于横琴越澳 深度合作区的婚姻登记处 原来是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一年来 这里办理了五十多宗涉澳婚姻登记业务 而未来这里还可以进一步一站式分检 为琴澳两地夫妇提供更便利的红粮体验 我们又去看看 在这里注册登记 和在内地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喜庆的大红色彩 美丽的鲜花夹度点缀 合作区婚姻登记处 一对对新人玩手而来 在公主人员的指导下 完成婚姻登记 随后 还有为新人宣读颁证词 颁发结婚证书 以及赠送结婚纪念品的仪式 特别好 就是感觉到有给到新人们一种温暖 然后场景布置的也很温馨 我和我爱人都在恒情这边工作 对 然后我们是其实严格意义上是在恒情认识的 然后在恒情相识相爱 正好今天是这边一周年的庆典 我就觉得我们特别幸运 能在今天来这边领证 对我们也没有提前计划 就是缘分吧可能 活动现场 合作区一站式婚检场所同步揭开启用 该婚检场所 由珠海市富有保健院负责困营 可以为新人提供婚姻健康指导 以及男女内外科检查 遗传病西查等24个免费体检项目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为恒情以及珠澳两地的新婚夫妇 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保驾护航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婚姻登记处 位于天目河畔 覆盖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和涉外、涉华侨、涉港澳台婚姻登记业务 从去年10月8日揭牌启用以来 已经办理各类婚姻登记业务 预2,000宗 其中包括50多宗涉澳业务 见证着琴澳居民甜蜜的爱情故事 要在这里舒适地生活 要落地生根 婚姻登记处必不可少 而在深河区的登记处 其实是可以考虑做更多 发扬传统文化的尝试 因为这里的业务 会有更多面向着港澳台 和外籍人士的机会 婚姻登记处 即是说真的 作庆作用是更大的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登记 而这里一来方便 再者有特色 在深河区有意义 所以考虑一下特色服务 早前广铁集团 邵庆车务段发布公告 按照广站高铁建设计划 邵庆火车站 将会在原子附近新建 而佛山火车站 将会在未来的10月11日8点起 会暂停客运营业 关停之后的佛山火车站 会有什么变化呢 佛山火车站始建于1903年 1993年 现佛山火车站建成使用 搭乘列车 可以前往北京、上海、厦门等全国各地 是佛山乃至珠江西岸城市 重要的交通树柳 要说车站里面最古老的物件 就是已经停止使用的布时中 这个佛山站我们看着它建立 就是1993年开站 到现在也可以说30年 真的要迁移还是比较捨不得 而佛山火车站关停后 相距让一公里的新火车站 广站高铁佛山站动作连连 目前广站高铁禅城段设计方案 基本扩定 线路司工招标已经完成 广站高铁是省内高速铁路 作为国家百环百种高速铁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禅城的城北片区 设置有佛山站 通过佛山站15分钟 可以达广州火车站 十分之方便 广站高铁是联系着大湾区各个 甚至省外很多的主要城市 实现了高铁进城 对佛山未来发展是有重大的意义 广帖集团公告中提醒 在佛山火车站暂停客运营业期间 旅客如果需要乘坐普速列车 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广州站 广州东站 绍兴站乘坐 乘坐高铁和乘制列车 可以到附近的佛山西站 或广州南站乘坐 对于轨道交通 高铁入城 普速外迁 货运外扰 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些变化 高铁是快的 但如果只是可以停在城郊 对人口更加集中的城区 可能还会产生不少的时间损耗 今天有很多长年使用的普铁 特别是一些一线城市 辐射出来的线路 基本上都是客货运跑 所以货运兜外扇 城区主要是客运高铁 再增开高铁班次 才可以进一步提升运力 亦对大湾区人员交流密度 起到积极作用 最近九日黄金价格持续下跌 而且下跌的幅度还不小 国庆中秋超级黄金周 亦掀起了扣金热度 有商场投资金卖断货 究竟现阶段 是不是真的买金的最佳时机 今天一早 广州月秀区这间白货商场 刚刚开门 就有市民第一时间过来买金 买给我弟弟结婚 下年结婚 见到便宜了 差几十元 都有优惠 所以就立刻买 省回成千元 应该都有 再干就再买 今年九月 多品牌色品金价突破每刻600元大关后 持续走高 在商市前 不少品牌的金价 甚至一度涨至每刻615元 而在假日期间 色品金价就出现回落 每刻跌破590元 到了今天 跌加商场优惠 金价低至每刻550元以下 商场方表示 今年9月28日到10月6日的黄金销售额 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成 而金价年跌9日 反而大旺了销售 今天的投资金条价格是454元8毫每刻 比起之前的最高位488元每刻 借降了30多元 因此今天很多街坊过来 都是买投资金条 由于实在太长销了 商场的投资金今天已经卖光了 最低价 所以特意来看看 登记了 他有通知我 第四季度是适合结婚的热潮 所以人们更加不减反升 现在的客流量和消失 大概是回到1819年的热度 非常旺 有业内专家表示 国内市场的黄金价格 在后期 幻章变临日价回归正常的压力 因此 消费者和投资者仍需謹慎 最好等待国内金价 如果你说分庆置办 属于刚性需求 你何时结婚 何时就是最好时机 如果是投资的 还要看你卖的时机 如果想着长期持有 可能还要考虑通胀和未来环境预期 有分析认为 归结到最后 其实无论如何 都和美联储年内 可能再次加息有关 多国还在积极地扣入黄金对冲风险 不过一个长价 跌回到三个月前的金价 市场观点有很多 但如果你问卖金 其实跟问卖楼的一样 何时都是好时机 长假结束意味着去旅行的人群结构 会大大不同 亲子客群退出 银发一组变成主力 而就在今天上午 廣散高铁旅游首发团 两百名游客打算试一试 在新唐站坐高铁去散尾玩回两三天 他们懂得玩 避开长假人多车多 错风旅游 暢快又舒服 关键是得玩 今天这个廣散高铁旅游首发团 参团人数有两百人 大多数都是家庭出游 当中有不少是掌舍 待会9点37分 首发团就会从新唐站出发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到散尾了 黎小姐四代同堂 一家六口今天出游 年龄最小的一岁 最大的75岁 她表示陪老葵又出游 最看重的就是行程的舒适性 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 六个人开车又会要七座车 六座车会麻烦点 高铁就方便很多了 因为她在车里慢动来动去 想试试高铁 广散高铁从9月26号开通运营以来 首批旅客主要以国庆期间的探亲返乡为主 旅游首发团选择后错风出发 主打的就是人小警美的体验 行程包括南海观音海上古堡 封车岛海上公路等 散尾热门的旅游景区 还有些旅客会前往潮州 夜游古城排方街等 有些在美国回来 听见风景这么漂亮 都立即参加 这一次是首发 我们首发团的话 其实每一个游客 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官方的政府补贴 每个人大概是520元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 折后的一个价钱 尤其是跨省游 或者省内周边的一个相关线路的性价比 已经凸显了 其实部分线路基本上平均降幅 都在三到五成左右 这些才是旅游的基本盘 旅游市场是这样的 银发一族 一直都是中楼底柱 大时大节 便适当让给那些亲子游 很多参与亲子游的家长 他们上班的动力 就是以这些哥哥姐姐作为目标 假以时日 我捱到自己都一头银发 自己都退休 子女大小了 楼有公园 那就可以错峰去报些又低价又少人的屯玩 大家可以尽情去想像 但不要忘记 今天才是七天上班黄金周的第二天 刚落幕的2023深圳国际车展都有数据 预定成交车量合计约18,800部 成交总金额超过57亿元 而深圳各区的汽车门店是人气十足 销量都不错 在龙江区的这个汽车城内 匯集了不少各产品牌的汽车 国庆期间 前来扣车的市民相当多 深圳市民李生 此前就看中了一款车型 专门在国庆家旗过来选购 在光产新能源汽车店内 几乎每款热门车型的展车上 都坐满了正在体验的消费者 商家纷纷表示 长假期间 客流量和销售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相对于去年应该是增长了百分之二三十 然后对于我们这11黄金州的8天的销量 也达到了248台车 在这个销量应该跟9月份同期去做对比 也达到了半个月多以上的销量 近期深圳发布了关于深圳市促进消费的药杆措施 积极鼓励汽车消费 其中提到对提前报废 广千出广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普通小汽车 并在年底前 扣置符合条件新能源汽车的 给予最高一万元的补贴 可以同省市区其他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深圳各区也同步法力销售补贴 保安区、龙江区、龙华区各五千万元 平山区符合条件的 最高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扣车补贴 据统计 今年深圳光阶汽车展览会的参展人数 累计让三十八点六九万元扣 预定成交车辆合计一万八千八百三十九 成交总金额超过五十七亿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巴尔冲突升级 答记者问的时候 提到中方对当前巴尔紧张局势加剧 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惡化 巴尔冲突反复上演 充分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可持续 平息巴尔冲突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国际社会应当增强、紧逼感 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 推动巴尔双方早日恢复和谈 尋求持久和平之道 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道 为此作出不谐努力 最后我们攀手共见 幻居快信 廣东省人社厅官方网站 日前发布征求意见公告 意见指 加强越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卡居民 服务一卡通服务函接 港澳居民可以凭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港澳居民居住证申领社会保障卡 港澳居民在月使用社会保障卡 和内地持卡人享有同等权利和服务 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 享受同等优惠政策 2023年度广州市来税人员积分制入户 今天正式接受申请 今年入户指标有1.5万个 比2022年度增加了2千个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晚湾区最新闻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湾区最新闻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里面会有更多资讯及时更新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微最新闻 我是努力 明晚问瑶品吧 情人之间